當年陳水扁弊案纏身的時候 這個民進黨決定誰是總統候選人 陳水扁是清定要蘇貞昌接班 那時候謝長廷當然就是權力的這個 這個阻攔 然後吵得非常的兇 那我一直不曉得為什麼 為什麼陳水扁在那個節骨眼 他安排他的海外這麼多錢的時候 你來做總統候選人 當然是這個一搏 因為那時候馬英九如日冬天 我不曉得 但是剛剛主持人你提到這個蘇貞昌 跟蔡總統也好啦 跟謝堂錦那些 我不是很諒解這樣的人 難道你有2008年的報紙 沒有 我有去年的蘇貞昌講的話 他批評侯友宜 他說侯友宜像耳琴 耳琴這個大家就要追劇才知道 耳琴必須死 蘇貞昌去罵 煙洗攻略 對 在選舉的時候 他批評侯友宜像耳琴 後來馬英九總統在那個 他那個馬錫會三週年的時候 不排斥統一的時候 他又罵馬英九 他說馬英九也像耳琴 所以馬英九就像侯友宜 侯友宜就像馬英九 一根手指頭在指別人的時候 四根手指頭在指自己 請問誰比較像耳琴 你當初是怎麼罵謝昌廷的 然後你跑去當謝昌廷的搭檔 你當初是怎麼給蔡總統臉色的 你現在跑去當他的行政院長 所以我對他評價非常的低 剛剛賴教授說他的眼睛 他的眼睛非常的爛 而且他選舉的戰績也超爛 請大家看 兩千零八年選副總統 有贏嗎 他有當選嗎 二零一零選台北市長有贏嗎 二零一八剛選完的新北市長有贏嗎 他是衝衝衝 他是敗敗敗 連三敗 三連敗 那是多厲害